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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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就好了 但是石桌他終於跑了出去 他沒有死, 他有他自己的靈魂 他不用每天掃地 是, 石桌是跑出去的, 但是你不能 我要把你好像他那樣折磨, 折磨你 但是我知道你對我還沒有死心 你捨不得折磨我 你...你跟我出去, 我不要見到你 好 甜兒紅袖 石觀音派鳳妃已經帶了他們去 我跟一點紅的毒又未清, 所以想... 不用擔心, 石觀音不會傷害他們 因為他只是想分開我們 對了, 石觀音叫你去幹甚麼 聊天 聊天?你不是跟他交手嗎 不是 那你去這麼久, 幹甚麼 洪兄, 我想石觀音的性格 你多少都要了解吧 難怪楚留香春風滿面 雞兵眼, 現在還跟我開玩笑 如果我是浩子道的, 我也有很多女孩子 難道現在還少嗎 那石觀音要甚麼條件才放我們 我想石觀音不會放我們 而且以後還會更加留難我們 因為我得罪了他 想不到楚留香也有不解風情的一天 師父 甚麼事 柳師姐的飛鴿傳書 說甚麼 他說他已經幫你救了樓南王 已經回中原了 看來霧味, 已經到了中原了 看來霧味, 已經到了中原了 姑娘, 甚麼事 要一間房 房 房嗎? 怎麼樣 沒有房嗎 本來是有的 不過有位公子把所有房子都包了 他有很多人嗎 這位公子的飛鴿真是古怪 他說不喜歡跟一閒閘人等他住在客棧 所以就把所有的空房全包了 這個人在哪兒 姑娘...你不能進去的 各位, 酒逢知己 今晚我們一定要喝到天亮 八兵兄, 聖 這些酒要我喝聖 相信我很難奉陪 除非有翁翠山莊 珍藏我三十年的竹葉青 那我就奉陪了 姑娘...你不能進去的 姑娘... 你怎麼這麼說 你不要多說 姑娘, 你不能進去的 為甚麼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就不能進去 我一定要看看他是甚麼人 你不要進去, 姑娘 姑娘... 公子, 你來對了 這位姑娘說來租房 我說所有的房間都由公子包起來了 他一聲音就衝進來 姑娘, 貴姓 小姓柳 在下姓李, 命逾行 這幾位是我的朋友 柳姑娘 我是關外來的 天色以晚, 急於找客棧 這個掌櫃不做我的生意 所以我又來看看甚麼事 掌櫃 你公子有甚麼吩咐 帶這位姑娘去他的房間 是嗎? 還不去? 是... 姑娘, 請跟我來 就這房間, 好嗎?姑娘 這兒是最清靜的了 姑娘, 你真是夠面子 李公子一句話都沒說過 他就肯讓房子出來給你 我沒錢給的嗎? 小人不是這個意思 李公子是我們的熟客 平時他真是甚麼人都不肯賣帳 這一定銀除了房租之外, 全部是你的 李公子當姑娘你是朋友 小人怎麼敢接受 我不是任何人的朋友, 拿去 是, 謝謝姑娘 昨晚謝謝各位上臉 李兄, 還是再喝一杯? 一定...請... 走 姑娘, 走了 早安, 柳姑娘 早安 李公子, 昨晚得你相養, 謝謝你 小小意思, 不用多謝 再見 柳姑娘, 你這麼快就要走了 柳姑娘 李公子, 我趕著去南方辦事 就此再見 柳姑娘, 這裡去南方, 路途遙遠 那...不如又在下相陪 一路上都可以有個照應 不必了, 後會有期 柳姑娘 走 柳姑娘 走 好, 走 柳姑娘 走 柳姑娘 柳姑娘 你 Treasury 我祝你 你到底甚麼心事 謝謝 白鳴兄, 我想回去江南一下 回老家 或許會順路回家 不過, 主要是... 是誰呢? 竟然敢打我這包東西的主意 想要命的就留下這包東西吧 如果你知道這包東西是屬於誰的 你不會這麼說 上 柳姑娘, 那些又見面了 走... 李公子, 多謝雙舊 我沒有出甚麼力氣 以姑娘的身手對付這幾個人 就出錯有餘了 李公子怎麼這麼巧又路過此地呢 因為我聽姑娘說要去南方 所以我就動了回鄉之年 公子是哪兒人士 家製江南, 孤蘇城外, 湧翠山莊 原來公子是名門世家 算了甚麼, 其實我也很少回去的 對了, 姑娘, 你有沒有去過湧翠山莊 沒有, 我一向心居西域 不過湧翠山莊, 劍客世家 江湖上誰不知道 不知道李公子的老前輩 和公子是甚麼稱呼 正是家父 原來是李公子的公子 好了, 我有事再生, 先走一步 你真的要走了? 是呀 那我們不是猶豫分手? 希望後會有期 不如猶豫送你一程 不必了, 我去的地方很遠 不要緊, 反正我也有空 不要緊, 不敢麻煩你, 請 那...你府上在哪兒? 明天我來拜訪你 不太方便了, 請 不用了 為甚麼? 有位大爺給了 誰? 那位 這位公子... 又是你? 謝謝, 再見 謝謝, 再見 李公子 李公子 你何必苦苦地跟蹤我 我只怕就此跟你失去聯絡 你又不讓我去探望你 我知道你家在哪兒 如果我將來去江南 我去探望你 真的? 甚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 好了, 多謝你一番美言 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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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我... 沒甚麼 你臉色不太好 沒事 有甚麼不舒服 過來這邊休息一下 當然天氣太熱, 你要趕路趕得太快 是 不如這樣吧, 讓我去替你探望 不用了 我躺一會兒就沒事了 你看, 我現在不是好多了 你是不是每次都這樣 不如讓我陪你一程 柳姑娘 如果不是郭山的小羅文 我現在也不會跟你走在一起 你是不是有急事趕回西匯呢 如果你不免氣 我希望可以跟你結伴同行 順便可以去府上拜訪走 如果不方便, 那就算了 李公子 實不相瞞 我並非有甚麼急事要趕去西域的 那天是因為要避開你 所以隨口說出來 那為甚麼你不陪我去高蘇城一行 是不是有甚麼難言之人 如果有困難 可以提出大家想辦法解決的 我這次入關 主要是奉了師父之命 辦一些錢銀上的問題 雖然現在還有時間可以逗留 可是我回去之後不會再出來的 因為我師父管得我很嚴重 那天我看你跟三個羅文交手 手法很特別 尊師是誰 本來我們是萍水相逢 我不應該問得太多 好, 萍水相逢 醉山日聰聰 柳姑娘 如果我說的話有冒犯你的地方 請你原諒 我以後不會再說 我以後不會再說 李公子, 我是江湖兒女 從來都不懂聲聲作態 你的一番心意我們都很明白 只可惜你連我是甚麼人都沒搞清楚 又何必苦苦癡癡 我第一次見你 就覺得你是與眾不同 現在聽你這麼說 就更加值得我捨命相處 或者你以為我出生世家 一定是一個花花公子 可是我這番話 從來都沒有跟別的女人說過 所以我希望你暫時不要回西匯 才跟我去江南, 敬下我家父 到時候... 你都會明白我的真情真意 小爺, 甚麼你 小爺, 回來了 小爺, 回來了 平姑娘 小爺, 回來了 小爺 小爺, 回來了 平姑娘 小爺, 回來了 老爺, 老爺很想念你 還想去找人找你 這位... 這位是柳姑娘 柳姑娘 平姑娘是我們勇翠山莊的管家 老爺呢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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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拜見爹 老爺 老爺, 你知道嗎 這次離開家多久了嗎 是不合, 請恕罪 爹, 是這次回來 還帶了一位朋友來拜見你老人家 拜見老前輩 這位姑娘姓劉, 我們在哪兒相識 你叫甚麼名字 小名無味 你不是中原人 他自小在西匯長大 如果你這次是來江南遊覽的 請不要客氣 就做我們擁槌山莊的客人 平姑娘 是, 老爺 你吩咐下人好好地招待這位姑娘 是 等等 爹 是有句話想跟你老人家說 進去書房說吧 好 你先在這裡坐一會兒 爹 說吧 霞兒這次帶這個女兒回來 是希望能夠得到你老人家的準氣 娶她為妻 娶妻應求淑女 她是淑女 是 可是我連她甚麼身世都不知道 霞兒剛才說過 她在西匯長大 她懂武功 身手非凡 邊門邊派 我沒有問 你身為武林世家 連她是甚麼門派都不知道 就娶她為妻了 娶妻但求淑女 武功門派有甚麼重要 笑話 當然才有名門正派 然後會教出淑女 我看 她既然生長在義域 學的當然不會是正派功夫 敬, 你這麼說明明有憲公平 世外多高人 這句話你也聽過 高人自有高氣 她生成一副異常 而且來歷不明 這個女人怎麼做得 我們勇取山莊的女主人 玉校, 你不必多說 爹, 我勸你還是跟她疏遠一點好 不過爹, 我說過不用多說 柳姑娘, 吃點糖果 蘇州糖果挺有名的 不用客氣了 爹 你應該知道我向來言出如煞 如果你堅持不答應 那孩兒唯有不孝 你想怎麼做 這個女兒我非取不可 既然她不能用於你家 那我也沒辦法住下去 爹, 爹, 你保重 動客 你...你身為李家獨子 怎麼可以為一個女人離開這裡 事到如今, 我有請你老人家原諒 好, 站住 柳姑娘, 我們走 幹甚麼 走 少爺, 你...少爺... 少爺 少爺 你們幹甚麼 少爺, 對不起 我要得老爺吩咐請少爺留步 你們想拿我 我 我們可以讓那位姑娘自由離開 但請少爺勿必留步 混帳 走 妹妹... 妹妹 我沒想到會弄成這樣 算了 說不定這樣, 我們才能得到解脫 解脫? 又哭 我說不應該嫁你的 我們還是不要再做夢了 做夢? 妹妹 我為了你, 連我家也不要了 為甚麼你還說我是做夢 現在除了你, 我甚麼都沒有了 我們還是趕回去那間客棧 回去那間客棧? 過幾天再十五 我們再在那天交拜天地 十五 十五是月圓的日子 老爺 老爺 進來 我吩咐你辦事, 辦妥沒有? 已經辦妥了 你先出去 好 好 夢媚, 你還不開心嗎? 我覺得我很對不起你 到現在你還說這種話 我就很開心 沒有了 我們明天就起程回編城 馬上成婚 我現在出去辦事 答應我, 無論如何都不要離開我 我現在去辦妥 我現在去辦妥 我老爺 我有幾句話想跟你說一說 請進來 你在外面等我 好, 老爺 前輩, 請坐 伯爵娘, 幾句話我講完會離開 你稱我為前輩 可見你對我還是保持武林中人的身份 但是我在這裡 是以一個做父親的資格 來求你做一件事 前輩請說 你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女兒 難怪我的兒子會對你這麼密戀 不過這種心情 我看未必實在的 相對日久自然會變淡 所以我以老人家的身份 勸你慎重考慮 無論為你或是為我兒子也好 前輩認為我應該怎麼做才好 我希望你放他一晚 勸他回家 趁你們還沒正式吃餐 把他交給我們擁除山莊 我知道你會很生氣 不過我不會白受你的恩惠 我會報答 不知道前輩拿甚麼報答 甚麼都可以, 你儘管提出 好, 我再提出一個請求 請說 我知道前輩在江湖上得高望重 雙形之下, 我只不過是邪魔外道 不過除了武功的派別不同之外 我也是人 這一點我跟前輩一樣 請求前輩放我一馬 允許我跟令公子成婚 那我們的問題就擺平了 只可惜我又做不到 為甚麼呢 因為, 如果我隨你做我的媳婦 那我們勇取山莊 就不能保持昔日的尊嚴了 既然前輩做不到 又何必要求我做到 這樣冒犯前輩實非得已 請多原諒 恭喜... 恭喜,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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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恭祝你們兩個白髮齊味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待會兒我來陪你們喝過 今天無論如何, 我們一定要冠罪你 好… 別說這麼多, 再出去一會兒 好… 你累不累 你的手很冷, 是不是不舒服 沒甚麼, 我休息一會兒就沒事了 你還是出去跟他們喝酒吧 我休息一會兒, 我休息一會兒 我休息一會兒, 我休息一會兒 肉声聲聲我休息一會兒, 我休息一會兒 我休息一會兒, 關注你的心 你慢著, 我休息一會兒 你快點兒, 吃飯了 э鯊魚餅 好, �디 是嗎? 我休息一會兒, 坐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請你不要怪我 我必须暂时离开你 不要问我什么原因 有缘千里混相会 到时我自然会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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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現在有酒給我喝 我會擔保我生猛的神仙 你現在也是神仙, 只是乾神仙 別笑我了 胡大哥, 我們來這裡不少時候了 石棺陰也找不到 楚大哥連影也不見了, 怎麼樣 怎麼樣, 繼續找 石棺陰, 你在這裡沒有眼睛 楚大哥, 看情形這次 我們要像其他人一樣在這裡掃一輩子樹葉 那又何必讓他人借滅自己威風 我們在這裡沒多久 沒多久跟很久有甚麼區別 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力氣了 機兵, 你別這麼心灰 雖然我們都被困在這裡 可是還有胡鐵花和珍珠姑娘在外面 或許他們會打探到我們下落 希望醉貓不要喝酒 喝到甚麼都忘了 還有, 石棺陰曾經說過 石頭也被困在這裡 可是他都可以走出去 我們三個為甚麼不能走出去 曲姑娘, 你的手怎麼樣 沒事 李師父沒有難為你 這隻手已經被他斬了下來 還有甚麼難為我 曲姑娘 事到如今 我想只有你才能救我們 坐樓下 雖然我師父逼我 把手斬了下來 可是我不會恨他 你師父這樣對你, 你還... 一點好 我很感激你 可是石歡欽 一天是我師父 他一輩子都是我師父 我不會放你們走 古姑娘 菊姑娘 別再說了 你去吃點東西 石歡欽真厲害 他用甚麼辦法 令那麼多人肯為他賣命 師父 師父, 你幹甚麼 你為甚麼會這樣 我就快死了 我去見師父 快點, 帶我去見師父 師父出去了 師姐... 師姐... 師父 師父 玉嫻兄 真是春宵虎段 娶了老婆 連老朋友都不理了 哈哈 我們這班老朋友 這次想夾粉請你 和新夫人 玉嫻兄 甚麼事 莫名她已經不辭以別了 甚麼 我早知道她一定有忍衝 可是我以為只要我們相愛 她過去怎麼樣都沒有甚麼關係 誰知道在洞房之夜 她就不辭以別 你不用難過 或許她會很快回來 如果我不是喝醉酒 她也走不了 我要找到她 無論在天涯海角 我也要找到她 因為冷靜 空傷十可殺 月明兩 一朝 離群雁 千杯酒醉 我帶泪問 永别人那日梦里话 是缘分伤死到险颜 是情分不怕共泥河 欢恩传颜变作梦话 欢恩传颜变作梦话